那么这个神念 从字面上来看 就是圣据阿弥陀佛名号 我在 大概四五年前 也在此地讲经 传授给同学们这个方法 决定要修 决定不能忘记 圣据佛号 念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 我劝诸位念四个字 阿弥陀佛 这个世神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世神一口气念下去 里头没有一个妄念夹杂在当中 这个生命 这个生命时间虽然很短 确实 不怀疑 不夹杂 不间断 一天念多少次 我建议同学们九次 不能少过九次 第一次是你早晨起来的时候 竖了口 洗了脸 有佛像 在佛像面前 活着 没有佛像 面向西方 时间短了 不长了 不耽误你工作 无论你工作怎么繁忙 都不耽误 为什么呢 只要一两分钟的时间 智行行 智行行 时间短行 是长了就不行了 长了忘念就起来了 这个方法很好 只要你天天照做 你一生呢 一次都不缺 也决定得上 你养成这个习惯 这是第一次 晚上在睡觉之前 念一次 再念一次 每一天你吃三餐饭 吃饭之前 或者不要念供养证 就念阿弥陀佛 念师生阿弥陀佛 这三次 就五次 另外两次是你工作 你上班的时候 开始工作的时候 在开始工作之前 坐到你的办公桌 或者念师生佛后 再开始工作 下班之前 做一次 上午上班下班 下午上班下班 四次 总共九次 养成习惯 九次 决定不能缺少 得空的时候 可以增加 不能减少 每一天九次 每一天九次 是最少的 不可以缺 一次都不能缺少 天天照做 这就有功德了 这个功德 就可以拿来回乡 所以短时间 试诚佛后 观景上讲 居足神念 这个神念 决定是置心心要 为什么呢 不怀疑 不夹杂 从这个地方 培养习惯 养成念佛的习惯 那么经文上 乃至神念 这个乃至是讲的最少的 最少 你要有这种修学的功夫 前清 乾隆世界 慈云灌顶法师 他也提他一个神念法 他那个神念法呢 是 给那些 工作繁忙的人 没有时间做早晚扩 他是用一口气 叫一念 净十口气 每一口气里面 念的这个佛号 长短不矩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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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一口气 叫一念 这也是个好办法 那么我告诉诸位 这个方法了 有很多同学去做 觉得比 这个净十口气 那种神念法了 要好 要殊胜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个时间短 每一天 各不到多少时间 你就要做一次 每一天要做九次 一次都不缺 比早晚 他这个时间长 所以 这个功课 越密集 越受到效果